欢迎继续收看Global National国语新闻 温哥华即将举行一场大型画展 名字叫做气雾东西 East meets West 那么现场呢我们就请到了这场画展的主办方代表汪赫 Corey 您好 嗨 您好Carol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 谢谢 听这个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画展好吗 这次East meets West的画展主要的这个inspiration后面就是因为我们 是东西方结合的一种艺术 现代的艺术能够代表各种语言 不光是中国或者西方 而每一个每一种种族人都可以看起能够欣赏的艺术品 温哥华的市民非常有福气 在这里呢可以欣赏来自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的作品 那么如果观众感兴趣 给我们介绍一下展出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6月11号明天到6月14号 在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 在酒店的六层在那边有展览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搬到Jaden Chinese Art 这个画廊来展览 我们的网站是artlink-canada.com 谢谢Carin的介绍 也祝愿你们的画展举办成功 现场为您请到了中国著名艺术家冯斌教授 冯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远道而来 从中国重庆赶过来 稍微远了一点 您这次带了12副作品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作品好吗 我的作品呢主要就是 那个画的跳舞的系列的作品 是我大概从06年开始这样一个系列的 我把那个中国画的写意的那种因素 和西方的那种现代绘画的那种造型因素 结合在一起这样表现出来的 我是希望把中西的一个概念结合在里面来 然后画的跳舞的题材本身呢 是希望来谈一下讨论一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在都市生活里面 人在要寻求一种互相的温暖 我觉得跳舞刚好表现了这样一个概念 两个人在一起 都是需要寻求一种温暖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都市化生存里面 对我们现代人提出来一个挑战 您看加拿大的作品 对加拿大的艺术发展有什么样的印象 那从以前我们学习美术史的时候 就知道加拿大的风景画派 这它和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很有关系 表现了很好的一个技法因素在里面 好 到了现在的话 当代艺术特别是Cantabry Art这方面的话 加拿大也是做得很好的 因为以前我来过很多次 包括在多伦多 在蒙特里尔 都看了很多他们美术馆的展览 也去了很多艺术院校做了很多交流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当代艺术方面 做的是很好的 这给我们中国艺术也是一种新的启发 一个新的视角 所以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互相促进互相提升 那肯定 因为现在地球村的概念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文化构成的 所以每一元都有每一元的意义在里面 好 谢谢冯教授这次带来的精彩作品 也感谢您的作品给温哥华本地的观众 带来的温暖和精彩 谢谢您 以上就是今天的Global National国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